香港串金石头 其实现在要找一个安乐瓦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近年很多香港人移民去大马 就是为了住大屋 今天我会和大家看一下 在大马人眼中的大屋究竟是怎样 Hello Steve Hello Jody 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会去看大屋 我很开心啦 其实这里一家四口住的一千尺 都是很平常的事 究竟在大马人眼中 或者在你眼中的一间大屋 又会有多大呢 那你家有多大啊 我家才一千房子左右 说大不大 而今天我要带你去看的屋子 我只可以用一次个字来形容 哇 老的大 来 走我们去看 OK Jody 一进到来你感觉到如何 这里很漂亮哦 我觉得这里很有英式 和欧洲的风格哦 对 屋主保留原来的设计 之前这间是一间示范物 发展上还特地请了名设计师 来设计 观测 凹市 别墅的风格 那这里楼离到底有多久呢 从哪首市到现在 大概12年左右 目前只住过一个家庭 一共有四层楼 现在我们在的就是客厅和饭厅 Jody 现在我们在第四楼 也是最高的那一层 走 我带你去看主人房 哇 这里真的好大哦 那Steve啊 这间屋究竟有多少间睡房 这里一共有四间睡房和一间工人房 啊 Jody 要告诉你 这里有一间很大的衣帽间 就在你后面 哎呀 这里真的很多衣柜哦 真的过去买东西做摆了 那这个什么是来的啊 喂 这里有个 Jacuzzi哦 那以后呢 买衣和办公都很方便啊 哇 Steve 这里真的好美哦 那还有什么Wow Fat Day 告诉我呢 有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是 这个是一个娱乐厅 平时这里是一家人聚会的好地方 但是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来你家的时候 你又刚好不够房间 我教你 你把这里的窗口关上 然后 这里又多了一间房间啦 这间屋子是位于Kao的Titamax地区 这里非常受外国人欢迎 因为它拥有很多国际学校 这间屋子也非常靠近Montillada的Solaris Solaris是一个可以亲朋好友聚会的好地方 你可以想想想你放工过后 你可以约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爱人去喝两杯 是多么的休闲 Stiva 这间屋真的好大哦 那如果一家四口来这里住的时候 那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地方泊车呢 不用担心 我带你看去看一样东西 这间屋子是拥有一个很大的车库 这个空间可以足够大八三辆车 这间屋子只需要开车几分钟 就能到达许多高速公路 进入市中心变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 它是一个低密度 且 同时拥有严密保安的社区 其实在香港这一类欧陆幸福街路都不少 但是来到马来西亚 这里欧陆幸福街的屋子 只不过是香港价钱的五分之一 谢谢观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间屋子 请按下来的这个链接 与我们预定时间 我是Steve 我是Jody 期待与你见面 期待与你见面